火星故障 Deliver Us Mars 本作是飞向月球的续作 一款氛围独特的科幻冒险游戏 玩家将在火星严酷的地形环境下 挑战各种试炼来寻找被抢走的方舟太空船 解开奥特沃的组织不为人知的秘密 以及来自火星的求救讯号背后的真相 除了可以在火星这片广阔土地上四处探索一栋外 玩家还可以透过无重力空间浮游等各种方式来进行一栋探索 或是借有复杂的意志解谜挑战关卡上的种种难题 无敌号 The Invincible 在游戏中重新思考人类的自身地位 在斯坦尼斯瓦夫莱姆设想的硬科幻世界中踏上跌宕起伏的冒险之旅 扮演科学家明斯纳探索神秘星球瑞吉斯三号 借助原则朋克美学风格的神奇工具搜寻失踪的船员 并面对难以想象的威胁 在这个由科学驱动的哲学扣问之中 做出你的选择 来吧 Yasna 走 避免 Yasna 你还活着吗 是的 它已经瘦了机械 现在是什么 星空 星空 Starfield 布塞斯大在G-25年里构建的首个全新宇宙 这款新一代角色扮演游戏将背景设定在茫茫宇宙 你可以创建任意角色 探索世界并体验前所未有的自由 踏上这趟史诗般的旅程 发掘人类文明的终极奥秘 故事发生在2330年 那时 人类冒险走出了太阳系 在新的星球上定居下来 过起了太空旅者的生活 你将作为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星际矿工 加入群星组织 并开启冒险探索之旅 星际公民 Star Citizen 游四个主要要素组成 第一人称太空作战 开采 探索和贸易 大型多人在线游戏 游戏设定在30世纪银河系中心虚构的地球联合帝国 一个晚期罗马帝国的类似体制 游戏主题是在优异以上的公民 透过玩家的行动而谋生 例如完成一段时期的兵役 这会预期到公民将会享受某些在游戏中的福利 例如支付低税率 但准确的详细资料仍然有待确定 超越善恶2 Beyond the Good and Evil 2 预避最早于2008年游戏10NCL发布 他是雷曼系列游戏的创造者 但他于2020年离开了预避 现在 预避的超越善恶2 已经成为游戏史上延迟时间最长的3A游戏 在预避年度大会的问答环节中提到本作依然处于公布 并在积极开发的名单中 目前最新消息是 新的首席编剧于今年8月加入团队 星际海盗 游戏背景设定在假想的199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自1914年爆发以来从未结束 使得地球工业化的程度到了崩溃边缘 许多人纷纷逃到外星球 玩家将扮演一名太空海盗独自打拼 或与最多三名其他玩家组队 在为祭祀福的太空战场上闯荡 与其他队伍和AI对手展开战斗并生存下来 取得无价的战力品打造新的武器和装备 并收集求生所需的任何资源 边境Boundary 是一款进未来太空题材的第一人充硕机游戏 带您领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球之谜 是一个带有FPS元素的故事冒险游戏 玩家在游戏中将与月球空间站的AI进行交谈 和他建立关系并试一起解决谜题 另外玩家还可以驾驶探阅车 控制RC车与机器人展开战斗 我认识你 Amy 我希望你和Ben都可以 我希望我和Ben都可以告诉你 我希望我和Ben都可以告诉你 我和Ben都可以 Hey Sam 我们不确定宇宙是永远的 对吗? 需要开拓 重建以及修复地球 采集资源也在这个地方生存 玩家需要应对地表的各种危险 以寻找病毒病原体来治疗一种神秘的疾病 中文字幕提供 星际迷航复兴 Star Trek Resurgence 是一款互动叙事游戏 讲述一个背景设定在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事件发生后不久的原创故事 玩家将扮演大副Jara Edyk和工程兵Carter D.S.这两个主要角色 一起揭开围绕着两个处于战争边缘的文明的险恶秘密 沉浸体验星际迷航的宇宙 通过各类对话选择和动作玩法与新老角色互动 决定故事的走向 Jara 我需要你做正事 The fate of the negotiations The interests of the Federation And the prospect for peace We very well depend on 苍穹浩瀚 The expense 是一部美国太空歌剧科幻电视剧集 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苍穹浩瀚小说系列 故事讲述200年后的未来 人类殖民太阳系 玩家将探索小型星带以外的地方 包括从叛乱中生存 寻找宝藏 以及做出可以左右RT-EMAS飞船和船员命运的决定 游戏将于2023年夏天面向主机和PC推出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how it feels to both play and experience the story in the game Whoever did this is long gone We still have a ship that's ready to be scavenged So get to it 星球大战日时 Star Wars Eclipse 暴野 底特律变人的开发商 Wantic Dream公布了他们极具野心的星座 通过一个绚丽和充满星战特色的CG宣传片 瞬间吸引了大量玩家的关注 开发商表示在本作中将会建立其分支叙事的传统 让玩家可以以多种方式体验游戏 并掌控多个可玩角色的命运 每个角色都将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和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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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到结尾将使用一镜到底 除非玩家在游戏中game over 否则不会感到镜头切换或者是读盘画面 无剪辑镜头可以很好的烘托游戏紧张的氛围 特别是缺少加轻独播剧场 320年木星死亡 未经许可轻独播剧场上